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在英國說環保真的很普遍 好像我之前有介紹過 Charity Shop 買傢俬 就可以令到這個世界少一點垃圾 原來還有另外一個 App 叫做 Too Good To Go 他們是專門幫餐廳、超級市場 以福袋的形式售賣一些將會到期的產品 但說得到福袋肯定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所以這次毛巴試了四間店鋪和大家一起開箱 事不宜遲立即和大家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之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是我繼續做影片的動力 首先分享一下這個 App 的用法 大家首先需要在智能電話下載 Too Good To Go 之後就可以預先看到未來有什麼店鋪會有福袋出售 那裡就會有店鋪的地址和你所在的距離 拿的時間 不過產品的內容就因為不知道有什麼賣剩 所以超級市場就會寫 蔬菜、水果、麵包之類 咖啡廳就會寫 牛角包、三文治、語樂、果汁 而我們試的第一站就是超級市場的代表 Morrison 這個福袋價值三磅零九 我們就在預定的時間去到 他就直接給了這個紙袋我 其實都蠻重手的 讓毛巴和大家逐件逐件看看是什麼 在這個紙袋裡拿出來之後 其實有超過一半都是蔬菜 也有兩份麵包和一盒藍莓 看到有很多件產品上面都有黃色的招紙 即是超級市場都減了價一段時間 都沒有人對 到最後就以這個福袋形式出手 但是三磅多就有這麼多東西都算挺低的 而第一件就是Gluton Free的麵包 原價它是賣兩磅九 不過拿的時候已經過了其一日 我們試過產品的質素是沒問題的 還覺得挺好吃的 而第二款的麵包就是一大條 在麵包的表面就有些黑胡椒和海鹽調味 毛爺爺就馬上煮一頓咖喱 我們就把麵包切成一片片 焗回來吃 我們也覺得是很不錯的 就算是正價九十九坪也算划算 這一棵番西就有了泥土 所以回到家還可以多種一會再煮 但是暫時都還沒想到煮法 我想就會用它來加蒜油一起炒意粉 這一盒藍莓就是團團的最愛 我們經常都買 雖然現在做三件只需要付兩件錢 不過這一盒都需要兩磅多 明天才到期的 現在吃夠熟 剛剛好 這一盒藍莓我覺得是全袋裡價值最高 這一大棵新鮮的西蘭花 我們平時因為容易處理 所以買急凍的來吃 這一棵新鮮的還可以多放幾天 原價是75P 這一東西我們真是孤陋寡聞 不知道是什麼 Google它的名字叫做回香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知道怎樣做最好吃 歡迎留言告訴毛巴 這一袋紅蘿蔔原價是57P 它也是剛剛過期的 但是樣子超級不行 出了水 所以回到家的晚餐就要立即處理它 整袋裡有三包有機的西芹 簡直是正 我們最喜歡吃 用來炒豬扒或雞腿 甚至是生吃都可以 原價是一磅一九一包 只是這三包都值回票價 第二間我們找了一間咖啡店來試試 它叫做SOHO 我想應該是連鎖店 這一袋是三磅九九 好 裡面有五款不同的麵包 我和毛媽都曾經入過這間餐廳八卦一下 其實一個三文治都要四磅幾 這個價錢其實買一送四 實在太划算了 它們全部麵包的餡料都很多 絕對不會是香港便利店看到的 薄切切中間有少少雞蛋和火腿的三文治 這幾件全部吃起來都還很新鮮 很好吃的 買完一袋回家 給家人做宵夜和早餐就剛剛好 而第三間我們就做清兵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APP是拿些未賣完的食物 毛巴不知哪裡來的勇氣 竟然跑去買壽司 這個是價值四磅九九的壽司福袋 一去到店員已經幫我打包好 放進冰箱 裡面有兩盒不同的壽司 第一盒是加州卷 裡面有蟹柳、牛油果和青瓜 就這樣吃都不算是太划 但是它的壽司飯可能是雪多了一天的關係 所以是比較硬的 整體的感覺好像沒有爭鮮那麼好吃 而另外一盒就厲害了 原價十一磅半的三文魚評判 裡面有四件三文魚壽司 比較薄切的 三文魚味也不算太重 純粹過口印的話是OK的 另外還有十二件三文魚反卷 上面還有些軟的炸蒜 雖然沒有了很香口的感覺 但入口之後 等炸粉溶了蒜頭也挺香 毛巴在配音的時間 已經吃了超過十二個小時 暫時沒有吐通的 OK的 而最後一間我就用了三磅買Costa的福袋 也是收工的時間拿的 大概五六點 今次這個order就三磅 就有三件 平均每一件就一磅 有他們賣的BLT三文字 就這樣看煙肉也挺多的 另外還有一份期間限定的三文字 它是好像有少少印度咖喱味的麵包 中間夾著雞肉 最有趣就是吃吃吃會覺得甜甜的 原來裡面還有些提子乾和杏浦肉 又甜又鹹的感覺也挺有趣 最後一盒就是潔潔的Mac and Cheese 不過就要回家弄熱來吃 而毛巴的用後感就是 如果買家可以用一個這麼優惠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這些產品 適合的話其實真的很划 對於賣家 又可以不用把那些更新鮮的貨 就當垃圾這樣丟掉了 在毛巴試完這四間店後 在App裡面就會跟我說 這個購買舉動就沒有浪費到多少能源 原來簡單單買這四樣東西的動作 這裡的電力已經足足夠 刷1768部電話 又或者做88杯咖啡 而且因為這個購買方法 完全是福袋認識的 所以有些東西未必很適合大家用 不過其實也不要緊 因為在超級市場 付完錢的位置 都會有些食物捐贈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選擇放在那裡 等有需要的人士使用 這樣這個世界就可以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垃圾 介紹這個App給大家 就可以助人自助了 今天分享這條影片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 毛巴的頻道 歡迎follow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和IG 隆重其事 最後尾宣佈的 毛媽終於抽空幫團團開了IG 想了解我們的近況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團團自己在草地 都可以這樣治癒一番 他自己和自己玩 摸一下草 拔一下草 這樣就大半日了 哈哈 這個挺好笑